并不是所有的日剧都热衷于走小倾心的路线 比如摄影艺术大师 玄川石花指导的影视作品 总是用它非常富有个人特色的艺术风格 来给作品打造极致绚烂的视觉画面 这些画面从精致的布景到演员的服装 往往色彩饱和度极高 看似杂乱无章 却极具视觉的排列感和震撼力 作为当代至手可热的一线摄影师 玄川石花自2007年指导电影《论女花魁》引起轰动以后 她会在创作摄影作品的间隙指导一些影视作品 而其中2020年上映的关注者 是玄川石花指导的为数不多的电视剧 这部由枉飞出品的日剧 除了贡献了非常养眼的视觉画面 担任主演的中古美妓和池田依莱莎 也穿上了非常摩登的前卫戏服 新生代演员池田依莱莎是三国混血 虽然长着一张五官深邃的萝莉脸 却拥有着一米欺凌的高挑身材 这使得她扮演的角色 能驾驭各种奇妆一服 且丝毫没有违和感 关注者里 她饰演了一名追逐梦想的女演员 她的日常装扮 很适合给俏丽少女们提供穿衣模板 首先来看看池田依莱莎的夏日衣橱 她在剧里第一次参与时尚拍摄的时候 穿了一条波点图案的挂拨裙子 整体的款式很简洁 但布满红色波点的连衣裙 与草菅迷生风格的布景 融合在一起以后 使得这条原本很普通的裙子 也有骨子波浦艺术的发 或许是为了呼应挂而染的短发 池田依莱莎在剧里拥有很多红颜色的服装 她骑自行车出街的时候 就用一条大红色的背带裙 搭配了一件眉红色的印花衬衣 从耳环挂坠到斜胯的小方包 都采用了同色系的配色 这样视觉非常醒目的装扮 很适合年轻女孩出街拍照使用 电视剧大结局的时候 已经在时尚圈小有名气的池田依莱莎 也穿上了一条红色的裙子 这条剪裁边缘包裹了白布的红色连衣裙 只搭配了长长的水钻耳坠 却兼具了摩登感和隆重感 在一众晚宴服里特别的醒目又独特 她还有一条白拼蓝的无袖连衣裙 上面印满了红色的嘴唇 让普通的拼色裙子很有视觉的感染力 粉红色的服饰 池田依莱莎的衣橱里也特别多 她和经纪人去谈合作的时候 就用一件粉红色的漏肩上衣 搭配了一条九分的阔腿牛仔裤 脚上穿着的高跟短靴 让这套原本很罗利的装扮 拥有了2米8的气场 粉红色的小方包呼应了上衣的颜色 而黑色的小皮帽 还有脖子的金属挂坠 让俏丽的着装更有视觉的亮点 池田依莱莎去参加好友画展的时候 还穿了一条淡粉色的蕾丝裙 因为裙子是半透明的质感 可以让池田依莱莎的着装 不会显得太过于张扬 脖子上的新型水钻像圈 也减轻了着装配色的厚重感 除了拼接了浮夸的流苏 还内搭了一件半透明的蕾丝背心 让前卫的着装更有搭配的层次感 金丝矿边眼镜 还有外搭的棒球外套 除了增加了细节的亮点 也在颜色上让着装的风格更统一 在春秋季天气稍冷的时候 池田依莱莎会穿着亮丽的毛衣出镜 她那条9分长度的牛仔裤 再次出镜的时候 就搭配了一件高龄款式的红色毛衣 毛衣的长度很短 可以让下半身的比例更完美 蓬松的袖子 让服饰的外在阔形更有线条感 池田依莱莎还有一件白色的套头毛衣 高领的领口 有一圈黄色的条纹 正好与下半身的橙黄色半裙相呼应 脚底白色的短靴 也在色彩上呼应了毛衣的配色 这种用色彩呼应的搭配法则 是穿搭不会出错的万能公式 另外后世的卫衣 也是池田依莱莎春秋季衣处理最常见的服装 她这件青透绿的脸帽卫衣 颜色的搭配很清新 虽然下半身的霓红色裤子 我很不能理解 但整体着装的色彩却莫名的和谐 鞋胯的PVC包包也呼应了服饰凸显的清透感 而她这件樱桃图案的脸帽卫衣 却与一条超短的包臀半裙组合在一起 把下半身失踪玩得明明白白 很契合少女外放的着装风格 即使池田依莱莎 也会穿到外套款式的搭配 但服装的颜色却保留了一贯新量的配色 比如这套格子图案的着装 内搭的针织衫和外搭的鞋胯包包 都呼应了外套和半裙的颜色 虽然整体的配色很醒目 却丝毫不显的杂乱 还有这件切鸟格图案的夹克 内套的高领针织衫 与鞋胯的包包也都呼应了外套的配色 就连背景樱花的颜色 也与服饰形成和谐的画面感 她走秀穿着的皮夹克 也有着东京TGC时装秀的风味 既是和日常穿着 又有着T台秀必备的摩登感 配色鲜艳的衬衣和裤子 还可以提升服装的视觉表现力 如果你也追逐前卫的时装潮流 不妨去看一下 这部以摄影和时尚为题材的关注者 除了池田依莱莎的戏服非常亮眼以外 中国美籍扮演的摄影师 也拥有着非常豪华的衣橱 每一套的色彩搭配 都值得穿搭小白们借鉴和学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